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爹 你让我回来了 爹 爹 娘 娘 杀我爹娘竟然是个武学高手 可二老都是普通的庄稼人 不会一点武功啊 他为什么会来杀他们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爹 娘 你们一生当中与世无争 是谁向你们下这样的毒手 爹 娘 糟糕 咱们来迟了 乔峰 你们契丹人简直猪狗不如 乔三怀夫妇白养了你这么多年 就算他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你也不能对他们像这样的毒手啊 你还是不是人 还是不是人 还是不是人 谢口喷人 我来的时候 二老已经被人害死了 乔峰 不要再捉摸作样了 你杀你养父羊 我是为了灭口吧 可惜 你是契丹孽种的事实 早已传遍了整个武林 今后你只有死路一条 好 几位都是少林寺的僧人吧 我们都是少林弟子 乔峰 你师从玄虎大师 我们也算是同门师兄弟 可是 你未免太过狠毒 别怪我们不念同门之仪 几位大师 你们慈悲为怀 但是 确实是误会我了 不要再怀言巧语了 就算我们救不了人 城满凶手总是来得及的 看招 天下人打我 而我乔峰又不还手的 只有我爹和我娘 只可惜 他们二老已经被大恶人给害死了 那个大恶人就是你自己 我乔峰要杀人灭口 现在是易如反掌 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希望你们今后能够明白 还想杀人灭口 只怕没你说得那么容易吧 乔峰 你最好老老实实束手就紧 跟我们回少林寺 听后方丈发落 我乔峰不想得罪各位大师 告诉了 一天 我们的那些人 尔利 我们一天 他跑不远 分头去追 是 爹 爹 音阳 无论我乔峰是什么样的人 你们的养育之恩 我永远不会忘记 你们放心 就算我走到天涯海角 也要找到杀害你们的凶手 爹 娘 你 你 还有什么未了全心愿吗 贫僧收剑时 师父给我取名为玄谷 佛祖所说七古时 生 老 必 死 愿赠慧 爱别离 求不得 贫僧 尽力拖着七古 却只能渡己 不能渡人 金鼎 玄谷偿还素依 你们 应该欢喜呀 师弟 袭击你的人 究竟是不是姑苏慕容赋 方丈师兄 你不要再问了 远远相报 何时了 众位师兄师弟 如果 再为我去报仇 杀伤人命 这样 只会增加我的业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师弟大觉高尽 做师兄的太过执着了 阿弥陀佛 我 想静坐一会儿 莫想忏悔 你排尽心中余孽 求得圆满 才好 息去参拜卧府 好吧 啊 师弟多多保重 愿你早得正果 外面的客人 请进来吧 弟子乔丰 叩见师 是丰儿 十几年没见了 你现在长成什么样子 快进来 进来 师父 丰儿 快来 快过来 让师父看看 师父 进来身体可好 是你 你就是 乔丰 你就是 我亲手交出来的 好托儿吗 师父 你怎么了 我 我是丰儿啊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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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古大师缘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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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古是什么人 弟子乔丰 你就是丐帮的前任帮主 宣古的弟子乔丰 正是 你为什么要深夜闯入少林 你又怎么会知道 宣古师弟缘祭了 弟子有急事想求见恩师 没来得及向贵司禀报 请方丈还有各位大师赎罪 小师父 不用端药了 宣古大师已经冤极了 是你 你又来了 方丈 我看 我看见他 用章打师父的胸口 就是他 我在城外亲眼 亲眼看见他 你说什么 别怕 你是说 他打成个悬苦大师 我看得清清楚楚 就是他 你看仔细了 别认错了人 就是他 我明白了 凶手是故意扮成我的模样 想嫁祸于我 怪不得师父死前 是内容表情 林高方长 师弟晚到了一步 那乔氏夫妇 已被乔丰的恶贼杀死了 你这恶贼 为什么在这里 乔氏主 你接连杀死了 抚养你的乔氏夫妇 又杀死了教你武功的 玄苦大师 做下这样的恶业 天理难容啊 方丈 我绝不可能杀我的恩师 但是我的恩师 是因我而死的 杀我父母杀我恩师的人 想嫁祸于我 我会给你时间解释的 把他给我拿下 慢 方丈 我不能死 如果那样的话 我父母恩师大仇 就没办法报了 弟子破于无奈 只好冒犯少林尊严 请方丈赎罪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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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底下呢 抓住他 别动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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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跑 抓我干吗 传令全寺僧众 仔细搜查寺内各个角落 绝不能放走这个恶贼 是 杀没有 杀没有 到那边去搜 是 走 是 禀告方丈 四处都搜过了 没有找到乔峰的踪影 先把玄苦师弟的法体安置好 是 明天老衲亲自主持法事 为他超度 现在 都各自回房去吧 都不怕 快走 再去 滚 都不怕 乱 摩 度 无路 凶 不支 变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夜有人擅闯少林 师父命我们看守菩提院 大家小心一点 师兄 师兄 这菩提院这么大 师父叫我们看守什么呀 这是菩提院的秘密 你不必多问了 我看你也不一定知道吧 我怎么不知道 遗梦如释 什么遗梦如释啊 志兄 你平时从不多嘴多舌 今天怎么问我没完呢 想知道菩提院的秘密 去问你自己的师父吧 师兄啊 我方便方便去啊 志兄 你干什么 来人哪 有间隙 快来人哪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眼 如鹿易如殿 当作如是观目 一梦如是 找到了 师兄 菩提院中有动静 会不会是乔风当惹贼 闯入了菩提院 快 把守住菩提院各个出口 绝不能让他跑了 是 是 我们进去看看 不许出事 你要赶出一事 我记仗要了你的病 知道不知道 师兄 是指战指淹他们 快 快把他们救醒 应该是乔风那个恶贼干的 童静被掀起来了 乔风偷了菩提院经书 快 快去禀革方丈 是 他们怎么样了 师兄 师兄 他们醒了 醒了 快快快 快来检查一下 看他们受伤了没有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是 参见方丈 参见达蒙院首座 又是乔风干的 不 不是乔风干的 是芷青干的 芷青 你也在 你刚才为什么暗算我们 你拉我干什么 我什么时候暗算你们 禀告方丈 刚才就是指清暗算我们 然后撕开菩提院同镜 盗取藏经 我刚才一直在方丈身边 什么时候来偷的藏经啊 你把刚才的事情再仔细地说一遍 你们都看清楚了 真是芷青偷袭你们吗 禀告方丈 我们看得十分清楚 就是芷青 他刚才芷青一直和我在一起 从没有离开过 不错 达蒙院首座也在一起 不错 我亲眼所见 芷青一直陪在方丈身边 阿弥陀佛 众位弟子 天色已晚 都各自回房歇息去吧 这件事明天在意 是 是 阿弥陀佛 罪过 罪过 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追 阿弥陀佛 乔始祖 你今晚接二连三向少林挑衅 老衲身为少林方丈 不得不将你擒下 暂时我一掌 乔峰的武功果然厉害 得想办法尽快地把他除掉 否则危害世人后患无穷啊 你自己走吧 不过别想逃 我有很多话要问你 走 装死啊 女人 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再不说话我一掌毙了你 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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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朱姑娘 阿朱姑娘 巧王主 阿朱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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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的伤很重 我必须把你送到镇上去 找个郎中给你医治啊 我怀里 你枝上的药 阿朱姑娘 现在治伤要紧 希望你不要责怪我 阿朱 asshole 阿 Hobby 阿 questions 阿 activ 阿花 阿花 阿 집 阿佳 阿花 你 在面啊 阿珠 阿珠 阿珠姑娘 阿珠 我明天就带你去找一个 天下神医 下神医生 阿珠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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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丰 我的人头你随时都给你取 连父母恩师都可以杀 对我又何必假装客气 手下留情呢 你是想戏弄我们吗 你们不必误会 小弟绝无此意 我只是听说 阎王敌薛神医大发英雄帖 因此很想跟三位一起去见识见识 你也要去 你知不知道这次开英雄大会是为什么 看在昔日你我还有点勤奋的份上 我可事先告诉你 你去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乔丰既然决定要去 就不怕有什么结果 更何况我只是去找薛神医 有事要求他 好 这次英雄宴就在前面不远的巨贤庄 我可有言在先 是你自己要去的 到时候发生什么事 可跟我没有关系 这一点包大哥请放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 小弟绝对不会怪你 巨贤庄我认识 请三位大哥先行 并顺便带个话 说我乔丰随后就到 好 既然你执意要去 那我们就聚贤庄见吧 哼 多谢了 快 请出示英雄帖 各位请进 驾 驾 驾 三位 薛神医 一路是游吧 一路辛苦 请请请 坐 来来来 请坐 快坐吧 好 请随便用点点气 好 好 薛神医 二位有言 报某有一事请问 这次所请的宾客当中 有没有乔丰啊 我们这次下的是无名铁 愿意来的都可以来 你问这个什么意思 是不是因为 你和乔丰有交情 不不不 你们误会了 我们在客栈 遇见了乔丰 不瞒大家 我们三个人睡得太死 昨天夜里 乔丰进了我们的房间 还在我们的兵器上 加了纸条 我们居然都不知道 你们看 天亮他又来找我们 而且 还让我们给大家带个画 他说 也要来参加英雄大会 也许 这是天意吧 他呀 是来自投罗网的 我听说 乔丰不是个鲁莽之人 他真的会来参加英雄大会吗 我想 他一定有什么阴谋 不管怎么样 我们大家先计划一下 这话倒对 有礼 善政谈功谈婆 赵田孙到 你看你看 全都在这儿呢 这位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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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丐帮仲长老道 丐帮来了这么多人 果然是为了给乔丰助威了 乔丰早就被丐帮赶出去了 是我亲眼看见他们翻了脸的 乔丰 乔丰听说 薛沈仪和尤氏兄弟 在巨贤庄设宴邀请武林豪杰 我自认为不是什么武林豪杰 我来这里也不是参加什么英雄大会 我来这里也不是参加什么英雄大会 我来这儿是有一件事情 恳请薛沈仪帮忙 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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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沈仪 这位姑娘请薛沈仪救救她 请进庄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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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师怎么受伤的 都怪我做事太鲁莽 不小心让别人伤了她 而且伤得还不轻 我想这世上 只有你薛山医一个人 能够救治她 所以我求你务必帮这个忙 这狗贼冒死来聚贤庄 就是为了给这丑丫头治病 这小姑娘是她什么人 她是不是疯了 我看她是在耍阴谋鬼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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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拯契 là contin 你和他也不是很熟悉的 他只是我朋友的一个丫鬟 看来你的这位朋友 也不是一般人 你的这位朋友是谁啊 不瞒薛神医 我跟我这位朋友也只是神交 并没有见过面 这位姑娘如果不是敷了一种 外加的智商营药 又有你乔峰为他多次输送真理 恐怕他早就死在少林寺 玄慈方丈的大金刚掌力之下 原来这姑娘是为玄慈方丈的 玄慈方丈怎么会跟一位姑娘动手 就是啊 薛神医 我方丈师兄 几年没离开过少林寺 而少林寺一向没有女人出入 这大金刚掌力 肯定不是出自我师兄之手 那这世上还有谁会发 如此刚烈的大金刚掌力呢 阿弥陀佛 薛师主 这些话说起来惭愧 贫僧和玄济师弟天资有限 无法领会大金刚掌力的要领 至于少林以外嘛 我看你就更不 乔峰 那天晚上偷偷进入我少林寺 害死我玄苦师兄 后来曾受我方丈师兄的大金刚掌 他的厉害你领教过 是问如果我师兄这一掌打在这位小姑娘身上 她还能活命吗 这位姑娘如何受伤 战且抛开不谈 刚才大师说我杀了玄苦大师 确实冤枉了我 玄苦大师是我的寿业恩师 我乔峰就是不要姓名 也不会伤害他的 乔峰 你那天晚上明明是多次进进出出少林寺 很多人都看见了 你又怎么解释 还有 那个被你抢走的少林和尚 至今下落不明 我真的没有杀玄苦大师 更没有抢走什么少林寺的和尚 很多事情你们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更说不清楚 不管怎样 这位小姑娘绝对不是我方丈师兄所伤 我方丈师兄是一派掌门之尊 有德的高僧 他怎么会出手打上这样一位小姑娘呢 再者说 即便是这位小姑娘她做得再不对 我方丈师兄也不会和他一般见识 当然了 玄乍方丈一向慈悲为怀 不可能对一个弱女子下毒手的 我想一定是有人冒充少林寺的高手 使了这个大力金刚掌 这句话还差不多 这句话还差不多 照这么说 原来还有人会用这大金刚掌 那么这个人在出手的时候 一定受到了什么阻挡 掌力削减了不少 不然阮姑娘早就当场死了 这个人掌力雄混 只怕能和玄辞方丈并驾齐驱 是啊 可是这个人又会是神医呢 是啊 如果这个小姑娘 死在大力金刚掌之下 对少林寺的面子也是不大好吧 所以我恳求神医救她一命 姑娘 你到底是被谁伤成这样的 那个人是个年轻公子 相貌英俊潇洒 当时我和乔大爷正在饭馆 谈论您薛神医的医术 出神入化 空前绝后 就连神仙也比不过 我还说 有了薛神医 大家学武功还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 因为有了你 谁伤一个你就一个 谁伤两个你就一双呢 可是 那个年轻的公子爷 一直在旁边听我们说话 后来他忽然冷笑道 天下掌力大都轻飘飘的 才会让那个姓薛的郎中 浪得虚名 不知道我这一掌 他是不是也知道好 他说完这句话 就向我凌空一掌鸡来 我见他离我挺远的 还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 乔大爷他却大吃一惊 那他身手挡架了吗 其实乔大爷如果身手挡架了 那公子爷就伤不了我了 但是乔大爷来不及救我 他就提起一张椅子扔了过去 只听见咔嚓一声 那张椅子已经被那公子爷记得粉碎 我当时觉得轻飘飘的 好像自己进了云端里一样 一点力气都没有 我只记得那公子爷说 你去叫薛神医多翻翻医书 练上一练 对 日后替玄自方丈制伤的时候 就不会手足无措了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好像是说 将来要用这大金刚掌 来打玄自方丈 一笔之道还斗的是普通的 难道是公苏慕容赋 对 就是他 公苏慕容赋 对 公苏慕容赋 乔兄刚才说有人冒充少林高僧 招摇撞骗 打伤了这位姑娘 可这姑娘却说 打伤她的是一个年轻的公子 到底你们俩谁的话是真的 冒充少林高僧也是有的 我就看见两个和尚 自称少林和尚 偷了人家一条黑狗 杀了吃了 薛神医 如果你今天救了这位姑娘 我乔峰这一辈子 都感谢你的大恩大德 一辈子 一辈子 你看看今天这阵势 你今天还想能活着走出这巨贤庄吗 活着出去也好 死了出去也罢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姑娘 你今天一定要救治 我为什么一定要给她治呢 救人一命 胜草七级浮屠 薛先生在江湖上 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善事 难道忍心看到这位姑娘 无辜地死去吗 哼 无论是谁带这位姑娘来的 我都给她医治 正是因为你带来的 我才不治 今天你们大家聚在一起 不就是为了要合计对付我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 乔大哥 既然如此 你就不该为了我 跑到这里来冒险 我以为在座的 都是武林中的好汉 有什么全都冲着我来 为什么要牵连一个小女子呢 该不给人治病救命 全凭我自己的喜好 谁也不能强迫我 你既然都知道 我们今天在这干什么 那最好 我们要杀了你 祭蝶你的父母和师父 当然 你也可以自己了断 乔大哥 你别管我你快走吧 我跟他们无冤无仇 他们不会害我的 乔大哥你快走吧 我乔峰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阿珠 你放心 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来 来 薛神医 如果我是汉人 你今天这样侮辱我 我一定把你给杀了 如果我是契战人 我头一个杀的还是你 省得我杀一个你就赢了 这么说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要杀了我的 薛神医 如果你今天救了这位姑娘 我们一命换一命 我乔峰 永远不会动你一根寒毛 一命换一命 笑话 幸是乔得的 自己的命都活不过今天了 还拿什么跟你讲话 啊 明人不做暗示 刚才这些话 是哪位英雄好案说的 出来让乔某见见 你杀害了玄虎大师 却至今不敢承认 还好意思说什么明人不做暗示 卑鄙小人 不要在暗中挑拨 有种的你给我滚出来 是儿贤 是惡贡满营段延庆的弟子 你好高的内力 不禁破了我的千里穿运功 还震上了我 好 卑鄙小人 咎有自取 咳 留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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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兄弟 我想在你们这儿 淘鸡碗酒喝 拿酒来 优优独播剧场——YK 这里众家英雄 都有乔峰往日旧交 今日既要与我为敌 咱们干杯绝交 有哪位英雄 想杀乔某的 请过来和我对语一晚 从此以后 往日交情一笔勾销 我杀你不算忘恩 你杀我不算负义 天下英雄 拒维见证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拖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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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姓乔的 我给你喝 今天 我是和老兄弟 老朋友喝绝交酒的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瞧风喝酒 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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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你我兄弟一差 一起出生入死 这一晚就职后 我们就要化有为敌 反不成仇了 真是造化弄人的 乔兄 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 一会儿不免一场恶战 请白兄弟 保护这位姑娘的安全 你放心 待会儿不管你是死是活 我白师敬你幸福担保 我一定求薛神医治好这位姑娘 乔丰 乔丰 多谢了 乔丰 一会儿交手之后 你不必手软 如果我白师敬死在你的手下 丐帮还有众多弟兄 也会救活这位姑娘的 乔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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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诸位 乔风与众兄弟相交多年 今日恩断义绝我无话可说 不过 我有一事相托 如果我今天死了 请诸位兄弟 保全住这位阿珠姑娘 也不枉我们相交一场 我在九泉之下 也会感激中尉兄弟的大恩大德 大恩大德 阿珠姑娘 小舅 酒已经喝完了 你们谁想动手 酒来吧 你们要是不动手 那我乔风 可就不客气了 散开 散开 大家变慌 这狗贼要拼命 大家先避开 别废话 一起上 狗贼 乔风 启丹和大宋势不良力 今天你以身冒死 别怪老哥哥们不客气了 别这么动废话 居酒就饮喝完了 还有什么可顾忌的 来吧 爹 爹 你来干什么 快躲开 快走 走 走啊 快跑 祝你 快点 不 就算是超軍 走 口不要臉 好 不死我了 爹 豚宰仁宰 毒醉人亡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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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杀就杀 刷什么花样啊 你们动手吧 我再也不还手了 不要 乔峰 还我儿子命来 乔大哥 不要 乔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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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乔峰英雄一世 想不到今天会死在这里 甚至连自己的身世都没那么明白 上天哪 你为什么对我那么不公平 乔 乔大哥 佳大哥 佳大哥 冬帘 驾 洞里有吃的 够你活些日子的 放心吧 他们那些人找不到这儿 恩公 能否让强风见一面 日后你好报 我早知道你笨成这样 我就不救你了 恩公 你救的那个女子是什么人 是我朋友的一个丫鬟 朋友的丫鬟 什么朋友 不瞒恩公 这位朋友我一直是神教 一派胡言 我告诉你 这里没有人把你当作朋友 你自己好不容易练就了一身 你也是天下的功夫 却差点为了一个女子白白送了命 天下没有比你再笨的了 恩公骂的事 是我 是我乔风一时冲动 一时冲动 看看你自己的胸膛吧 恩公 恩公 我身上的刺青到底是什么意思 请恩公赐教 我再跟你说一遍 这里没有人把你当作朋友 只有你的仇人 别辜负了你那一身 蔑视天下的功夫 恩公 我 一 走 走 走 就我的这位恩公是谁 害我的那个大恶人又是谁呢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